老虎菜你知道是什么吗?光听名字是不是觉得哇很勇猛呢? 其实呢它就是一道凉拌菜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道凉拌老虎菜的做法 爽脆可口吃起来开胃解腻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洋葱去根去皮,洗干净之后切成细丝 能切多细就切多细 紫皮洋葱呢会稍微辣一些 你怕辣的话可以选择黄皮洋葱 胡萝卜切片之后推倒它,切成细丝 如果不会切你也可以用爆丝器代替 青椒切成小段,抠掉里面的辣椒籽 把青椒切成细丝 那喜欢辣味重一点的也可以用辣的青椒 我选的这个呢是不太辣的 香菜洗干净,切去根部之后将香菜切成小段 红干辣椒切成小段,放入碟子当中 锅内烧热油,用热油爆香一下辣椒段 接着就把辣椒连同碟子里的油倒入碗当中 加生抽、醋、糖调味翻拌均匀 把四种丝搬好以后呢,放入炸好的花生米 翻拌均匀就可以装盘了 这道凉拌老虎丝呢就做好了 吃起来呢爽脆可口 天热的时候用它做下饭菜或者下韭菜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哦 如果这个东西您在过得吧 啊"! 感谢观看